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2016年台南206地震导致春节期间很多地区无水可用,虽然多数用户逐步恢复供水,但东区少数用户仍饱受无水之苦,尤其东区湖北辽豪宅云集,但因地势较高,却是腹水最慢区域。 在立委林郡县,市议员参选人蔡小薇与地方民众争取下,虎伟辽配水池即将完工,完工后停水影响更小,停水后的赴水会更快,使虎伟辽相亲一大福音。 今天,林郡县并邀请自来水公司第六区管理处人员前往虎伟辽配水池地点会刊。 林郡县表示,在2016年新国会开议第一天,当时行政院长张善政率内阁团队向国会进行施政报告并被质询,他谈到东区、安平区等地市较高或管线末端供水问题。 张善政当场同意会学密市党地点设置配水池,后续也与张善政及当时赖清德市长一起到虎伟辽市柴灾后供水修复工程。 蔡孝薇说,与乡亲们一起经历206大地震就停水,等了十几天还是等不到水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与众离正为了调度水车供民众使用,培养出深厚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回忆。 后续寻觅配水池地点遭遇到困难,也是在民间协理下顺利找到合适地点。 林郡县说,虎伟辽长久以来面对停水老问题,在中央地方合作下,把这些老问题彻底解决。 虎伟辽配水池即将完工,完工后有两大好处。 首先是停水影响更小,其次是停水后的负水会更快。 未来虎伟辽若再遇到停水,这配水池可作为虎伟辽地区紧急备用水池,再遇到天灾等停水事件。 配水池可在短期内提供居民用水,虎伟辽高低地区可同时赴水,大幅减轻停水影响。 调查路稿 计刘